台南一家超人气牛肉汤店的老板 曾经有命理老师告诉他 他不能吃牛 但是当年为了养家 为了偿还债务 他还是放手一搏 放胆去做 或许是因为没有退路 他用尽心力 也用最好的食材来熬汤 终于好味道 盼到了客人 盼到了好生意 许多政商名流都成了座商兵 这也印证了自己的命运 终究要靠自己去开创 去翻转 这做一下五点开始 你们五点进来都不用了 有啦 你将时一定都会了 你几个你都两个而已 三个 这里都会了 这都会了 你拌什么拌还要拌多拌 我三千了 阿宇的牛肉算算锅店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有人等牛 没有牛等人 现在温体肉 不是每一天 而是每一餐快递送打 一袋一袋无缝接轨 秒放冰箱 他这补的都不同 补的不同 口感不同 所以我们要分裂 他这些肉都是每一餐当餐现宅 出宅好了马上从山化 出宅场没有 煮送 煮送到店里 不超过一个小时 不会 不可以 不会 而且他车的冷度 冷气都要打太強了 牛肉到手就是不停地切呀切 手带动脚步踏呀踏的 阿宇说这是站整晚的呸步 围绕身边的工读生也是上级发条 迅速熟练地把肉整形贴盘 客人抢着进场 忙碌就从这一刻开始 两位 刚才有登记后卫了 好 我们一起 来 修这里 来 小心 小心 来 小心 小心 我们不看人的 眼睛不看人 我们眼睛就直接看客人 蒜牛肉那个样子 那个蒜牛肉的动作 拍了三次 终于吃到了 然后我觉得吃到之后 就觉得非常的值得 因为它的肉非常的鲜甜 而且内脏也很新鲜 绝对会再回来吃 对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然后之前朋友推荐都不相信 然后我们亲自来了一次 就觉得真的是太美味了 我们的干部应该一桌可以吃三十盘以上 我们上次拌了三桌吃了一百二十几盘 我们从十几岁就吃到二十几岁 都吃到现在了 台市王文良 还有核心股重量 还有富邦金控的档 齐美是从总裁董事长以下 几乎全部都是我们的客人 他们整个齐美企业 都是我们的客人 市井小明到财团大老板 全都是沈大玉的座上宾 讲话敢这么大声 就是因为只有一几磅的才端上桌 你看这块也很厉害 对 我这样用的都是不用这个 这一块是要舍弃掉的 一半以上 而且后面还有这个油 这个油要舍弃掉 除了什么太软 比较吃 要做油 这最轮 这你補不走 这人去補不走 这補不走 这个东西就只要熬汤了 这就熬汤了 所以通常一大块牛肉羞羞羞 羞到只剩下一小块才是要用的 大把花虾的成本 心脏得够强才挺得下去 它不会去管成本的 它不计算成本的 它想要的就是 我要买好的肉回来 让客人品尝到最好的牛肉部位 什么叫熊切 牛肉放在盘子360度转 还能粘性坚强 不往下掉 他说这就是最先的保证 非常非常多 都是老客的 而且有一些就是 你看很小 然后吃到很大 然后吃到结婚 生小孩 老板最喜欢看到这样的情景 他看到这个情景 老板很感动 对 他觉得我做得这么辛苦 老板会觉得 非常地值得 下重本 吃到软嫩鲜香 难怪客人一吃就上瘾 至于切下来的肉 就成了熬汤食材 每一餐一大桶的汤料 又是一万计价 这我的小名 我的高纯扁 这汤汤差不多两万块 最有钱本 两万块是不算我回家回家 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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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 牛腩 牛肉 还有牛尾巴 再加十几样的丝骨 很简单而已 很简单 但是很高纯扁 那客人可以虚汤吗 可以啊 无限量 来 人来 来 到人家是要吃我们的汤 你看 我们开饭可以逛肚子这样 当然 大家先登记后位 好 请 沈大宇做牛肉生意 直往前冲 丁美丽想踩刹车也踩不住 三个店面 一整晚安赐的翻桌绿 把仁德乡间的叶炒得沸腾 来 沈大宇 我如果用我的蜴子走 走蜴子顺着看人家 在用餐的过程中 肉的汤料最熟悉的味 有什么样的 所以我会注意 这个方式对不对 口感差很多 肉就三秒就好 你看它颜色变 分量分量 放得最好吃 但其实这位牛肉大王 从小是被告诫 不准吃牛的 他也奉行不备 直到做了布料批发 叠了一大焦 小孩儿说要赶这个 要捏步才说一把 我以前捏下去很简单 手指的到处备 多好一把 以前这样串备 要多好一把 到处备才说多好一把 对啊 这样捏步就要这样比赛 比赛 这次用要捏那两种出来 这次在捏都 我们的TCF 都整百块在捏 刚出社会 在台南名泉路 著名的布料街做生意 年纪轻轻就独当一面 海派性格 大名大放 最后却被倒了千万 被倒太多钱撑不下去 只好收起布料生意 改当捆工 又去当保全 但实在赚不了钱 才放胆跟老天爷一搏输赢 很快让我这样 我就开始吃牛肉 不饮输了 所以现在有吃牛啦 有啦 现在每天都在吃 不是也在吃 买买买都要自己吃 那老板娘啊 那有桃花 桃花有进来喔 没有啦 那是没有吃牛肉 才有桃花啦 吃牛肉了就比没有桃花啦 连倒病 连倒病喔 那你就不用烦恼了 不用烦恼了 所以说尽量吃 脚越用 越过越做烦恼 然后真是我在收 人走到了绝境 什么路子都愿意尝试 凭着一个胆量 绝处在起 鸡都怕死掉了 好多了 我早没路了 因为我已经有 他有儿子有娘了 所以我继续把他插名下去 他做啥我就做啥 从没做过餐饮 他缴了学费跟着师傅学 自己也不断摸索 近三十年 直到近几年 汤头才定掉 我还要去买 这家人做啥 这家人做啥 我还要去买 我还要去买 这家人做啥 你又要去买 我买了 你一直在买 你买了 你买了 也難怪連鎖茶飲店的勞董 陪外國觀光客都吃它整鍋 我跟我們吃過 真的好吃 鎖的客人我也喜歡 為什麼 它一吃就會上癮 它一吃就會上癮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東西是貨身駕駛的東西 整體在處理 你看 這個肉那麼大塊 我們應該是沒有多少 一瓶而已 都打鎖 因為做生意一定要有捨才有得 這是一個原則 就因為鎖 所以牛肉四大頂級部位 細分出十種口感 一一讓食客品嘗 肩胛它吃起來是比較 因為它肩胛比較厚 所以我們至少會切大片的 大片吃起來會比較有嚼勁那種感覺 很有飽食感 就是 也很有肉香 我們來一定吃肩胛的部位 因為它吃起來嘴巴 就是你不能沾任何薑 然後直接吃它的肉 它肉質很好 嘴巴就會有它原本鮮甜的味道 前胸 腋下 腹斜到肩胛肉 各有各的特色 負責外場的丁美麗 是阿玉的最佳助手 總能算出它堅持下的美味 腋下肉 腋下肉的就是一層肉 一層的毛 所以咬起來它會有那種跳動 跳動 因為我們在跳舞 那種跳動的感覺 而且還滿特殊的 而且肉呢 它本身是半油半肉半筋的結構 所以它咬起來會有油 它不會也不會油 但是它會變甜 它的油會變甜 然後又有一點嚼勁 曾經美麗是商場高手 發誓絕不嫁給做吃的 的確如願了 卻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看著阿玉的起落 堅強鼓勵陪著它 渡過難關 店面從一間變兩間三間 這鍋牛肉湯裡 靠著夫妻堅定的勤奮 越熬越香甜 謝謝 謝謝 謝謝… 再見… 再見